他就以当时所存下的本金 150万开始进场 选定的就是一些 所谓稳定型的高值率股票 一年大概可以领到8.8万 我们追求值率都不要太夸张 太过分 大概5.5%到6%这个range 这个范围内 其实台湾有很多这样的 上述公司都符合 那就可以一年领到 36.7万的股息 那除以12 代表真的 一个月超过3万 月月就有3万 如果你现在有10万块要进来买 那你分6个月 我们从7、8、9、10、11、12 6个月 那6个月每个月差不多1万5左右 最后一个月差不多2万块 你就一直买 买了以后你就放着 预估来讲 两年以内应该可以赚到50% 其实呢 以10年的平均值率来讲 金融股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 其实它的差距真的极为有限 如果以14加金控来说 大概都是介于3到5个百分点 如果你抓值率4% 10年下来让你通通领到席 也不过40% 对 可是呢 中间如果配合指标 做三趟价差 那其实你会发现 加起来75% 40% 72% 远远胜过 已经快要逼近200%了 是 欢迎来到小宇宙道报发 生活烦恼音一集发 大家好 我是盈婷 最近呢 有一个励志的真实事件 出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看的论坛 Dcard上面 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就是一个年轻人说 我本金好像10万块娘娘 10万块钱能做什么事呢 照他很细心贴心的 长期做了规划之后 他发现 他有机会在未来创造 每个月多了1万5的被动收入 这1万5说来真的是天降干凌 因为要等老板给你加薪 加了1万5 你要做到多少多的事情 但是他做到 而且很多人呢 网友就说 那我也想做做看 所以立刻我们的企划小组 马上的做功课 到底有没有可能本金只有10万块 我不是100万一桶金 我也不是很多钱 我也可以创造一个月多 1万5 2万3万5万吗 结果答案真的是 蛮让大家很有信心的 因为有可能做得到哦 所以今天我们赶快看看 这样不同的条件之下 到底怎么样达到你理想的目标 首先欢迎今天加入我们讨论的 达人好朋友们 首先有请考古学家 陈薇良先生 你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股市献哥 你好大家好 今天说台语哦 10万块 有一个10万块 我们先来打拼 问一下薇良 我如果本金只有10万块钱 那这某种程度就是小资组了 但他有可能去创造出 一个月可能会赚到1万5的机会吗 你会怎么建议 如果只有10万 怎么样打造 月配息可以领到1万5 简单 如果你老爸跟献哥一样有钱 赶快跟他借350万 凑齐了360万之后呢 5%只利益 一年18万 一个月 就有1万5 好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但是这是数学游戏 没有很难 很容易理解 其实玩笑中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做任何投资 纯股都是一样 一定要目标导向数字管理 所以我刚才其实在玩笑中先带出的是数字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月领袭1万5 其实就是你大概如果以殖利率5% 这算合理要求 对对对 不会特别高 特别过分 那你就是需要呢 360万的本金 往这个目标 那我觉得 其实很多年轻朋友 刚出社会 说实在的 我们还是要老生常谈一句话 第一个呢 收入减掉 储蓄才是支出 所以你每个月 不管多辛苦 真的让自己至少有个储蓄习惯 存多存少没有关系 可是起码要先有储蓄 那把自己的本金先养到150万 因为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迷思 要提醒大家 我们常看很多电视上 很多高手达人 那他们都是 教大家什么存股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跟着存股 追求4%5% 可是那些达人 我必须要讲 他们很有钱 所以他们的金积木很大只 假如他有一千万的本金 那5%之余 他一年就50万股息 那假如我们小资组10万 你也跟着仿制 模仿他的投资组合 那你年息5%的话 其实一年才多5000块 那这样子存下去 20年后才能翻倍 头发都白了 所以呢 第一个要储蓄 那第二个就是 多投资自己 那这样才能够 让自己的本心 也能够再可能 我们职涯的前面阶段 前十年尤其重要 能够不断的累积增长 虽然我现在只有10万 但是透过提升自己 然后慢慢的储蓄 我只要第一个门槛 150万 那我退休就有机会 存到千万退休金吗 那我们在45岁到55岁 这个第一个黄金十年 我会把它称之为 创富期 所谓的创富期 就是希望说 这个时候呢 能够让我们的投资报酬率 随着我们的税数增加 然后逐年的提高 那再来到了55岁到65岁 这个阶段 因为随着我们的投资 部位放大之后 反而要进入到首富期 这个时候就不是呢 去追求过高的风险 千万不要为了呢 这个时候才去拼报酬率 拼绩效而承担了 超过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 那很多投资人会纳闷说 为什么报酬率 有办法越来越高 其实这就要讲到一个关键 其实很多投资 你越早开始 第一个 每年在领公司 所配发股息的时候 你的成本 其实是逐年在降低的 那第二个呢 其实随着 如果公司在营运真正日上 你的成本越低 那接下来在价差的部分 我们在计算 这所谓的报酬率的时候 他翻扬上去 甚至翻倍上去 速度会更快 所以如果说 我现在要从150万 我们题目就直接定 到1200万 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好 那延续刚刚讲的 如果45岁开始 人人都来得及 那一开始呢 我们只要呢 锁定年报酬率 5%的标的 这5%呢 是包含了股息 包含了价差 所以我真的心不贪 因为大家讲 现在台股 平均值率都有4点多%了 所以你光是股息要达到5%就不是那么梦幻 那么困难 那如果还考虑价差 我想这绝对做得到 好 那依此类推 如果一开始第一年投入150万 所以呢 透过5%的报酬率之后 一年后我们可以滚出157.5万 那富力呢 就是最强大的 所以第二年开始 我们刚才说到 创富期报酬率呢 要开始往上提升 6% 7%逐年的增长到第10年 那这样依此类推滚下去之后 其实我们看55岁的时候 我们其实连本代理已经滚出425万了 那接下来呢 55岁以后呢 大概有点年纪了 那希望就是说 这时候要守住我们的财富 那慢慢呢 我们再把报酬率的目标降低 也要一样开始递减 14 13 12 11 10% 那到66岁的时候 我们回到呢 投资只需要一年5%的报酬率 可是呢 我的本利盒已经呢 达到一千两百零九万了 所以算起来 20年的年化报酬率 会不会不可不可思议 不会 因为只需要10.9% 但接下来有个更励志的故事 50岁才开始 刚刚未然说我45岁开始 没有没有 这一位是真的活生生看到的一个朋友 一个保全 50岁开始 然后什么时候有感 这个保全就住我们家楼下 应该说我们家楼下保全 那其实我这次特别 为了要上节目 我就去问他 因为平常我们进出 他知道我的工作 会跟我聊聊投资理财 那其实呢 他是两年前 当时他是50岁 他下定决心 给自己一个目标 他希望他在65岁的时候 能够安心退休 然后每个月都靠股息 就能够领到3万 不用再工作了 生活费就够了 对 那他就以呢 当时所存下的本金 150万开始进场 那选定的就是一些 所谓稳定型的高值率股票 那一年呢 大概可以领到8.8万 那很重要 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 其实你希望缩短你退休的时间 或者是增加你以后 能够月领的股息金额 那不要忘记 储蓄绝对可以让你呢 事半功倍 所以呢 他每年都会要求自己 一定要再投入10万 那算起来其实一个月存不到1万 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只要有决心 有纪律应该都做得到 那他就是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每个月不到1万块加入 对 然后股息再投入 新的资金投入 然后领到了股息 就要创造复利再投入 所以第二年呢 他变成整个投资的本金 已经放大到168万以上了 那所以他第二年领到了9.68万的股息 那今年是他正式存股 迈入第三年 那算一算 今年因为按照他 目前很多公司的股息 发放政策都确定了嘛 他算起来 大概今年可以领到呢 10万多 将近11万了 一个月就快多1万 对他来说 其实就很有感觉 那所以我帮他稍微 稽婆的试算了一下 照这样子的纪律 持续下去 那么到他65岁那年 他到底有没有机会 圆梦去退休 然后呢 做领每个月3万的股息 那算起来 的确哦 在65岁那一年 因为他的本加上利 不断的呢 负利滚进去 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就可以达到呢 578.98万 那按照呢 一样哦 我们追求职域都不要呢 太夸张 太过分 大概5.5%到6% 这个range 这个范围内 其实台湾有很多这样的 上述公司都符合 那就可以一年领到 36.7万的股息 那除以十二 哎 代表真的 超过三万 月月就有三万了 其实这个目标 真的是可以实现 这位保全先生 也算是很激励我们 因为五十岁的开始做 献哥厉害 儿子是从小就开始做 这个一有钱 甚至献哥还打电话 说钱 直接逼他 就是把钱缴出来 因为我小孩子 那时候在台南 成功大学 在读硕士 那一个月有两万五 他教授对他不错 一个月两万五 那时候搞我 比台大高很多 台大有的七八千而已 那我说你在台南那边很便宜 那个租的 我都已经帮他付了嘛 吃的又很便宜 学校里面的都很便宜 那你至少每个月 要给我存一万 那有一天 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结果发现 我胆固醇过高 我隔壁一个八十二岁 老奶奶说 老师你每天都烧饼油条 不用说胆固醇过高 你早餐改吃M麦 M麦片 等过程就降下来 说真的假的 结果吃了三个礼拜以后 真的去检查 降下来了 哪一家做的 价格 那价格那时候是差不多三十块到三十七块左右 国价 那他每年可以赚差不多一块七毛多到两块多 他就说 那很简单 我们小孩每个都够一万 那他一万 我就再给他加一万 要鼓励他嘛 就就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 那买了以后突然 有一天说什么价格要登陆 要到中国大陆去了 哇不得了了 叮叮叮叮七八十块 七八十块 我们就慢慢买 买到百多块 他就最高到一百四十多块 买买的那档钱 他拿到那个千里马奖学金 要到美国去一年 要去医院厚福金制大学 交换学生 我就给他一百四十万 然后他就那一年就OK了 如果现在正在做投资的话 威良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哪个类型会比较适合 所谓的零股息的金牛股 刚才讲的就是要找高市占率 但低成长率的成熟型产业 里面的龙头公司 比如说电信 国内电信也经过了一些 太弱流强的时代之后 现在大概就是三雄割据 那食品业 你可能很容易就想到 比如说统一食品 保全业呢 国内大概也就是双强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在这个产业当中 有稳定的地位 所以我们在选这些零股息的金牛股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留意 他的连续配息年数越长越好 台湾上市公司里面 有很多那个可以连续二十年以上配息 那表示他已经经历过好几次景气循环 但是都不会因此中断他的配息 然后呢观察公司的现金流量是不是充沛 那至于说要充本金 让我们能够有丰厚的价差收益的话 那明星股就要看 到底呢 现在的主流趋势在哪里 那挑主流趋势 其实大概每三到五年会有些改变 那我给大家一个简单意记的口诀 明星产业就是以前没有 现在有未来会更多 那你以此逻辑去推演下去 AI以前没有 现在刚开始有 未来一定更多 只会更多 这个皮衣男黄董已经告诉大家了 爆炸性的十年要开始 那类似的像军工资安绿能等等 那我们要观察指标就是 获利成长率要高 那基本上我会定义是在 一年的EPS成长幅度 至少超过两成 然后他的毛利率呢 最好是超过三成 所以如果我们再搭配呢 所谓的进出买卖策略 就可以更安心的存股 那这里面 如果是成长型的公司呢 就观察本益比的平价模式 当本益比呢 在历年高档的时候 站在卖方 反之呢 碰到股灾或本益比 已经压回到历年的低档 区间的时候 站在买方 那所以呢 像台积电台达电 都是很好的成长型公司 那价值型的话呢 就看殖利率 殖利率呢 小于4% 代表股价已经变贵了 站在卖方 5%呢算是合理价 6%以上呢 就是便宜价 这个时候就要利用了股价呢 有折扣的时候 趕快把握这个机会 那至于说循环型的 当然就是景气 由高峰 盛级而衰的时候 你要站在卖方 那反之呢 触底回温的时候 站在买方 像金融股 钢铁股 航运类 都是属于景气循环股 那特别 我想我的看法 跟市场上的主流生意 你把金融股放在这边 对 我把金融股是归类 是在循环型哦 不是成长 也不是价值 至于为什么 我们待会再进一步 跟大家分享 对 因为很多的投资者 真的会觉得说 金融股是相对的稳健 但观点不一样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我现在绕来绕去 就觉得一心想要突破 那个10到15%的持绿率 现在操作什么 可以让你很轻松 而且没什么压力 并且风险比较小的 得到那10%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除了那十万本金进去以外 那你每个月 你可以存一万块 那你说我现在可能没多 那我存个五千块也可以 你只要有那个薪 你就存五千块 然后你年终奖金 如果说领了五万六万 你就一笔再投下去 算算的一年也是一万块 只要是每个月一万块 然后10%的话 三十年变两千一百七十一万 那你说我只有五千 那就除以二嘛 三十年等于一千 一千零五十几万 对不对 那假设你运气很好 因为你不可能每年都10%吧 有时候像台股 变变变变 那一年就去两三千点 对不对 你可能15% 甚至十二十%都有 假设平均有十五% 那不得了了 十八跟十五% 变成六千万 那不要说六千万 一半三千万 现在很好 跪下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有 那其实十百 十百仙来讲 我们会觉得说 有一点困难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说 再倦型基金 最近是可以买 因为第一个 他已经跌破三十年来的低点 跌得有够惨了 因为这一次 美国的一个联准会 他是暴力升息 在短期间突然的升了十七码 升了太多了 所以债券当然就是在 他的最大的风险 就是利率风险 违约风险 还有汇率风险 所以他这一次的利率压低 压到有够低了 不然的话 你看国泰人寿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富邦人寿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男生人寿还差一点挂掉 因为他的镜子是负的 因为这样子 所以债券的ETF也跌得很惨 那这个时候呢 你说什么时候 他是一个开始 利率已经开始要慢慢慢慢的开始降息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今年不可能降息 那明年有可能降息 所以现在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有十万块要进来买 那你分六个月 我们从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六个月 那六个月每个月差不多一万五左右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月才有两万块 你就一直买 买了以后你就放着 那当然他现在每个月 他也有这种复息 复息 但是目前来讲 看起来都不是很高 等于是两%三%不多 但是等到开始升息的时候 那比如说有一些是买美国的国家债券 那国家债券他一定不会倒 那他买二十年起三十年起的 他的期限越长 未来他的一个弹性越大 他的一个上涨的幅度越大 预估来讲两年以内 应该可以赚到五十% 我刚刚只要十五% 憲哥你对我太好了 两年五十% 也就是说你现在开始买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可以买两万块 你就一直买到这个年底的时候 那如果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发现联准会开始要降息的时候 你的年终奖金就一笔给他压下去了 全部压下去 然后不动 两年以后 等到什么时候要卖呢 等到联准会的利率到一%的时候 你就全部把它卖掉 卖掉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因为他也是一种景气循环 那很多人说对啦 但相较于股票来讲 我那么多档的股票要挑很难 那ETF也才两百多档 其实也很多 好啦 威良来帮我们一下 那我们现在可以自己来组一个相对 依照你自己的特性来做调配的ETF组合 对啦 让大家呢 再更容易一点 因为要挑那么多ETF 那不如呢 我们直接先帮大家搭配成套餐 好好好 可以可以 那这个A套餐呢 是规划给积极型的投资人 那怎么样组合呢 其实0056加00891加00896 这个组合除了呢 你可以有席 而且呢还有价差成长可以期待 还很妙的一点是呢 巧妙的透过 因为这三档ETF 他们都是继配席 然后刚好呢 他们配席的月份都不一样 所以这样搭配在一起之后呢 一年从1月到年底12月 月月都给领席 好开心 再投入再投入 不要花 不要花 那当然呢 可能有一些眼尖的投资朋友问说 可是我觉得他值率不够高耶 好像只有3到5% 可是我们刚刚讲 这是给积极型的投资人 也就是说你现在小资组 一定要呢认真思考 怎么样把10万变20万 对20万变40万 40万变百万 对所以你要成长 那这里面呢 我们除了大家熟悉的 0056高股席之外 我特别建议这两档 中性关键半导体 中性绿能级电动车 这两档呢 一听你们就觉得很厉害 就是明星主流产业嘛 对现在很热的几个题材 对啊像关键半导体 这个就是把整个台湾啊 最有竞争力的半导体 从上游的IP系制裁 IC设计 晶圆代工 封册 通胞 一网打进 所以你也不用再选了 包含现在大家很流行 讲AI的产业明星 都在里面 所以这样子组合下来 我觉得年化报酬率 要突破10% 应该有非常非常高的几率 因为光后面这两档 年初到现在的涨幅 都超过两成了 所以我都是呢 打折之后 再保守的跟大家分享 是 我们要尽可能保守就对了 对 你把年化之后 其实照这个绩效下去 今年可能全年度都要涨幅 超过四成哦 不错不错 但是如果这三档 我要这样做 机器型的搭配的话 你会建议说 假设本金就十万 那我是三万三万三万吗 还是怎么去搭配 我再教大家一个速成方法 盈廷问到一个关键 就是呢 这些 只要你看到名称 不是高股息的 就是属于比较有 波动或风险性 比较高 然后报酬比较高的ETF 应该占你的比重多少呢 就是你的年龄 假如说 我18岁 不要看我 对 假如20岁来讲的话 那你就是应该有八成的比重 放在高波动 有价差的标的 真的吗 所以就是假设 我真的20岁的话 那我有80% 可以放在这两档 上面 对 那这样成长性才会够 所以一人40% 然后这个就做20 对 好 那我们再看呢 往中间的B套餐 稳健 那这个部分来说 我就放了两档高股息 除了呢 00878 国泰远迅高股息 还有 现在也非常夯的 这个人气 人气 明星 这个00713 元大台湾高息低波 那除此之外 还加了一个所谓的进化版的台湾50 就是永丰台湾ESG ESG 对 那这样来讲的话呢 这里面就是兼顾了股息跟价差 那最后当你的这个金鸡母越养越大支的时候 就可以呢 每年就是靠那个生金鸡蛋就好了 就零股息为主 那这个时候你的配置呢 就可以呢 聚焦在都是高股息ETF 那目前呢 刚好市面上有三档 就是超人气的黄金阵容 0056加00878加00713 把他们加起哦 我一直觉得他们是很类似的商品 不是公一个就好 乍看之下 他们的性质都有点像 可是哦 毕竟就是环肥验兽还是不同 差在哪呢 产业的配置不太一样 有些呢 比如说NB产业高一些 有些可能金融产业高一些 其实他还是有一些互补性存在 所以我的配置上面 这三档其实基本上落差 不会到那么大 那我就其实就 等比例的去分配他 对而且如果说 回到刚刚问题 假设你一百万资金好了 那你只压了其中一档 那你变成呢 因为他继配息 三个月才会拿到一次股息 就没有办法约约配息 约约配息很重要哦 因为呢 其实投资需要成就感被激励的 当然你每个月看到有股息进账 不论那个金额是少是多 你会跟基利自己说 我要储蓄 然后我要呢 复利再投资 记不记得刚刚威廉跟我们讲 在他心中认为金融股 就算是一个景气循环股 但我一听到景气循环股 我想那景气循环股 我存他做什么 所以做金融股操作方式上面 也可以来做价差 好我们先呢 透过这张表格 把国内14家金控股呢 做一个超级大PK 那大家很关心报酬率怎么样 但是其实报酬率呢 我们要拆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就是呢 纯股族每次一定先问的是 这家公司殖利率好不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呢 以十年的平均殖利率来讲 金融股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 其实它的差距真的极为有限 如果以14家金控来说 大概都是介于三到五个百分点 讲白一点 金控股啊 你要呢 它变爆发户 一年配给你8%殖利率 没啦 但你要说它惨到 连续好几年 两三年以上都配不出来 也几乎没看过 也许偶尔一年 就可能暂时 缩手一下 没有办法配息 可是隔一年通常都能够 有补偿性的回报 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 十年的年化报酬率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把中间有除息 除权 全部还原 再加上呢 价格的变化 所以它是一个总报酬率 之后再转化为年化的概念 那这个报酬率呢 大家就可以发现 14家金控 基本上都是 10%起跳了 多数都是超过10% 那跟殖利率的差距 其实就有五个百分点以上 像玉山金 十年年化报酬率 有14.15% 那这个基本上代表 如果你过去投资预算金 大概五年 你的总资产就翻倍了 大概是这样 对 那其次的话呢 紧接在后的是核库金 十年年化是12.58% 那至于说呢 纯看殖利率的话 赵丰金是有高席王的风靠 它的殖利率在金控里面 是突破了5.3% 是最高的 那我们带大家来了解 金融股的特质 金融股为什么适合搭纯 我问10个投资人 有10个告诉我 因为股价很稳 然后殖利率很高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 殖利率其实没有特别高 刚一看突然发现 好像真的还好 台湾很多公司 殖利率都比他们高 那股价真的很稳吗 讲完这一集 可能有八百万个 金融股的股东要骂我了 来跟你抗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 去年的股災 大家记忆犹新 大盘其实最大跌幅 将近六千年 算起来是33% 但是几家 著名有代表性的金控股 去年最大的波段跌幅 四成以上 甚至超过五成 全部都比大盘 跌得还要更深 那这个是偶依为之的 这个特殊现象吗 其实不是 我把这几年 我想说有防疫保单的问题 去年大家就觉得 因为升息 因为防疫保单 但是其实 你从历年来 金融股的股价走势 你会发现 这边我放了国泰金 玉山金 兆丰金 富邦金 中信金 几家有代表性的 有民营的 有观股的 其实你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股价 上下波动起伏很大 那这是好或不好 其实这都不是我想讲的 而是这个叫做特点 你不要说它是优点或缺点 其实是金融股的特点 所以到头来我们发现金融股的营运跟股价 它其实就跟股市债市利率息息相关 对不对 那利率其实每隔几年联准会就启动升息 然后接着不升了以后 它又启动降息 所以说穿了利率不就是一个循环过程 景气也是一个循环过程 股债也是循环过程 所以金融股不是成长股 不是价值股 它其实更像是景气循环股 哇 所以景气循环股可以运用它的一个特点 来做价差吗 那金融股做价差得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 我们要掌握这个高低买卖 一定是透过技术分析 一些常用的指标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 其实不用想的复杂 你就透过月K线 下面放上月KD指标 但是有这么简单 技术分析的第一堂科 大概就交了KD指标 但是我跟各位讲 很多人认为技术指标会失灵 是因为你把它放在 更复杂的电子股 因为它的营运前景跟股价变化 真的是高深莫测 但是金融股 其实它相对比较机械 比较简单 那所以我们就是呢 在KD指标 来到长期低档区 20附近 最好跌破20的时候 你就站在买方 来到80以上 过了超卖区 你就站在卖方 那去头去尾 不用呢 从鱼头吃到鱼尾巴 那你只要抓到这中间 合理的波段利润 通常两到三年 它会走完一个周期 配合整个大环境的景气 跟利率 所以我举国泰金为例子 国泰金如果你抓值率4% 10年下来 让你通通领到席 也不过40% 可是呢 中间如果配合指标 做三趟价差 其实你会发现加起来 75% 远远胜过 已经快要逼近200% 是 可是献哥你认同吗 就是金融股来做价差 这件事情 他是做得到的 然后也不会压力很大吗 其实金融股来讲分两种 一种就是说有保险公司的金融股 比如像国泰人寿 互帮人寿等等 星光人寿 那他们去年 因为有很多的海外的一个公司债 以及这个美国债 所以在利率上升的过程里面 他的债券价格下降 那甚至呢 整个他的净值 就大幅的一个减少 那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也看到国泰人寿 跟那个互帮人寿跌破了十年线 有人说这是十年来 难得一次的好买点 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因为我们既然要去买 所谓的债券型的一个ETF 那当然国泰金就可以买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在跌破十年线了 那未来只要利率开始 由高点往下 他的债券价格就开始往上了 那过去他必须提累 备工出售 折价损失会回充 所以他的股价会反弹很快 所以如果说在年底的时候 在第四季 你就可以毒押国泰金 以及像富邦金 像中信金 这种包括本身有保险公司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做个金 弃金的 那当然就是以前 就是你瞧不上眼的 台湾中小庆 永丰金 他们的市占越来越大 那他们的毛利率是有在扩大的